編曲 初学某某場表演 Shoy Bee,今日是我昆頓 今次在我身邊有今年的樂壇新人有Taco 是,你們好啊 這裡是Colterboy, aka 可以叫我Taco Hello, 你好 第二次見面 上次就是跟Paula有個feeturing 今次終於是自己背自己的歌 同時也是搶集的今年新人 是的,一月一日是歌吧 其實由造星開始認識你 認識那個橙色頭髮的小朋友 對我來說是小朋友 多少歲? 現在準備二十一了 我不做了這個分析 那個橙色頭髮的小朋友 由造星開始又很有自己的character 見到你的rap可以表達到自己 大家都覺得你rap得很好 起碼是清晰、流暢、聽到你做什麼 還有那個押台感很好 到現在完了造星一段時間 真的簽公司去做你自己的音樂 其實中間這段過程是一直在醞釀 還是怎樣搞這麼久才叫做 現在簽公司要出發做歌手呢? 其實這件事就真的沒有特別計劃 沒有醞釀什麼 我一直都是想做音樂 想做一個 當然你誰做創作的音樂人 都應該會上自己的歌給你聽到 那這個一定是我的目標 但是真的沒有實質行動 我只會繼續做歌 繼續做那些東西 之後簽了公司 即是玩比賽 再簽公司這段過程 其實都不是安排好的事 都是很多事情 即是玩過比賽的時候 有時候我先報告一下 看看怎麼樣 跟朋友 因為我們在吃飯 看到我 就說玩全個舞台 因為我們覺得我們可以表演 我們有那個能力 我們覺得有 之後就報了 然後就叫我面試 然後就去了 然後叫我去 繼續下去 之後 然後阿拔 現在是Green Music的主力人 他有一個新項目 就找我玩 其實都已經是過了比賽後的事 然後找我玩的時候 就說好啊 所以所有事情都沒有特別計劃 就只是 有這個 我說這件事對我都ok的 那試一下 即是完了《造星》之後 阿拔 即是以前《Kingdoms》的主力人 但現在Green Music那邊的 其中一位主力人 就找你 不如合作吧 有個興趣吧 其實完了那時候 自己叫有人認識你了 有沒有想過是自己做音樂 還是有公司過來敲門 還是有沒有想過 真的要跟公司合作 還是怎樣 其實本身三年前 就已經認識到阿拔 那時候其實已經簽了 他們的公司旗下 是一個民間比賽 民間T-pop比賽中 我跟另外幾位crewmate 本身不認識的 然後就一起被人召集了 成為了一隊小隊 然後就一起學 就是繼續用我心想學習 訓練經驗 多了演出機會 雖然都沒有出一些 派台的過了那幾年 但是那幾年就是一個 累積 累積 就這樣做 所以阿拔找我的時候 我就會OK 因為可能之前已經認識 三年對了 已經知道大家個性 覺得合作起來都沒有什麼 那就試一下 因為 對我來說 是獨立 跟公司當然有分別 但是本身我的角度來講 可能我看東西還是很純真 我不知道 我的角度就是 我想做音樂 然後多些人聽到 然後一個朋友 即是一個你認識的人 邀請你去玩 我猜就是這樣 所以就一起去Grim Music OK 你就說你很純真 很簡單 想做音樂 想你的音樂多些人可以聽得到 但是在你的歌詞裏面 你都說到 咦?不是喔 都想在樂壇 顛覆一些東西的 一定一定一定 我認為誰是年輕的 應該都一定會有這些想法 是自在怎樣說出來的 嗯 那 take time 我覺得這件事是要take time的 也要一段時間 但是 挺有信心的 對自己抱負大的 抱有的 因為我沒有預期自己一下子做了什麼 我覺得這些要時間 即是想過了十年之後 現在聽我的粉絲就會長大 就會變成他們是主要聽眾的時候 那所有東西都會有少少的改變 還有有下一代的 那我覺得就是要做好自己的榜樣 還有就是想令到多元化一點 這個樂壇 可以什麼都有 不一定要是這樣才是主流 這樣才是成功的公式 其實這件事是你在《造星》的時候 已經上推這件事出來 就是主流樂壇不一定只有那些東西 其實Rap 都可以是其中一個部分 讓人認識多一點 那當然你要去做自己的單曲的時候 現在有你的第一首個人單曲 Mr. Nobody Mr. Nobody Rap 就一定的了 但是當你要去做一首歌 給自己第一首的個人單曲 去讓人知道Tako是怎樣的 那個想法其實是什麼呢 其實這個 我不知道 因為rapper 是比較對自我介紹這些 輕鬆的 因為rapper第一件事 學會的是什麼 就是先賺自己 還有罵別人 所以這兩件事對我來說 都是很輕鬆的事 還有這首歌就是 在完廠的拍攝 準備到總決賽那段時間 寫出來的demo 那時候的想法就是 第一首歌 想跟樂壇說聲 Hello 說給你聽我的態度是怎樣 我的性格是怎樣 讓你對我有一個認知 之後我後面出的歌 才不會嚇到你 類似的感覺 所以這次的曲風 都是比較容易入口 還有輕鬆一點的 即是已經輕一點了 聽手了很多 對 很輕 我覺得已經很旋律了 已經 groove 很多了 嗯 即是接下來的可能會行很多 行一點 會再有態度多一點 對 ok 其實在自己rapper 或者可能 我不知道有沒有一個錯誤的印象 rapper 未必會通常好在主流 有一個很好的位置 又或者是 他經常在主流和indie中間浮著 可能兩邊踩著也會有 但是那個 譬如 簡單一點 你要他經常行主流去做訪問 其實有些rapper又不是很願意的 這個定位對你來說有沒有框框的呢 框框 對我來說又沒有框框的 給我的感覺 我的感覺會覺得像是 一個新的位置 有東西要學 沒有一個models給我學 我覺得沒有什麼人 那種好像我現在這個情況一樣 我覺得好像 所以就要不斷自己探索 一定會有的 踩著兩條腳的感覺 一定會有些不舒服 因為你一邊又想 就到那邊 一邊又做到那邊 所以這個就是我今年最大的課題 Balance 如何平衡到我想要的東西 同時是 我不想要這首歌是給你的 這首歌是給你的 不是 我要做到這首歌是 我是這樣 然後你們全部人都ok 是 是 這些小朋友的衝擊真的很棒 耶 經常我們都會想著 我們要按著遊戲規則去玩 我們可能 這邊想怎樣的 我們就這樣去做 那邊想怎樣的 我們就這樣去做 我只會平衡到那邊 你不是喔 我要做我自己 你們都要來 喜歡我的 那當然 要增加自己的吸引力 那些歌都要好聽 那這個是基礎 那我都不想空口說白話 這樣感覺 那 就拭目以待的 我就繼續準備著 就是 我不想只是卡死在一個點裡 就是 譬如可能 這首歌做完 我覺得沒有東西改了 ok的 出了 就不要想那麼多 就先做我先 因為 我自己的想法都不是想 一連出幾首 兩三首 這樣就這樣消失 是 有什麼就拋 無論派不派台都好 可能有些是 社交媒體就拋出來 有些可能是 就這樣release 不需要派台 我不知道 但是我會想是 繼續這樣做 給多些人 就是拋超多作品出來 給不同的人聽 首先是要建立自己的那個 音樂是什麼 豐富了自己的 文化 未必 都要拿出來派台 擺上主流 但是 在somewhere 大家是會接觸到的 只要follow你的話 就會聽到你的作品 聽到你的 additive 當然 其實 現在我們聽到 Mr.Lowbody 第一首作品 但是你應該已經 藏了一些東西在那裡 下首歌 一定一定一定 已經有了 甚至還在show裡唱了 不小心 不小心 對 因為你知道 不過 就是準備著 準備著下首 都在想著 怎樣去做那件事 即是怎樣去balance 那些東西 或者是怎樣去包裝那件事 令到那件事 多些人能接受到 嗯 這個是 接下來的課題 即是歌 對我來說 不怕沒得交 只怕是他們不收 交是沒問題的 只怕他們不收 是不是即是 都有條界線 一定會有界線 那 即是 不說些什麼 就你知道的 環境上也好 什麼都好 都有很多因素 那就是要怎樣 找到個smart way 去玩 這件事都是 都是一樣 就好像剛剛說 入了你這行之後 要學的課題之一 對 balance 入面的 這個也是 但剛剛跟你聊天 我已經知道 Tako其實說20歲 但是已經很有想法 而你好知道 其實自己要做些什麼 還有怎樣去把自己的東西 推出個市場 給大家去接受 可能因為前幾年 好像剛剛 即是未簽Green Music之前 已經有跟阿拔去 很多不同的show case 即是可能有些機會去表演 或者是認識到不同的artist 那這些時候呢 就會令到我 即是不敢說自己 親身進去 但是都會有聽聞 會知道大概是怎樣 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會有些想法 在那裡 這樣慢慢醞釀出來 我覺得 那這個我想是你厲害的地方 就是你有去看 有去吸收 即是不是在那裡 但是沒有看過這件事的人 而你在裡面有吸收 又得償 我覺得要知道 用得到自己身上 有這個態度的話 即是像一塊海綿一樣 不斷吸引其他人的好東西回來 那這個對你來說 一直走你的樂壇路 或者走你的展開路 應該很有幫助 所以現在只是第一首歌 Mr.Nobody 當然你不會是Lobody 我們期待著Tucko有這麼多作品 下次再和你添加 下次見到就是Sumbbody 好的 Thank you